在我们松西招待宾客必不可少的八大碗 那究竟这八大碗是怎么来的呢 第一碗全鸡 取当地原生态养足八个月以上的土鸡 又以当地增样的糯米酒 清炖两到三个小时 用这样的食材做出来的鸡肉 香蝉可口 肉脂烦嫩 八大碗以鸡开头 取鸡鞋鱼 予以吉祥奴役 第二碗开鸡蛋 选用当地放羊水鸭蛋 水煮去河 再用蜜质乳水小火慢乳半小时 它的口感半白水半黄末 鸭蛋寓意着平安健康如意 第三碗全鱼炖豆腐 取原生态水库养殖两年以上的雄鱼 以当地辣酱腌制十分钟入胃后下锅 热子滑嫩 鸡鲜甜 鱼象征着绵绵有余 第四碗 酸辣牧鱼汤 以上的沐鱼干浸泡24小时 搭配豆腐 鸭血 一同入锅 这道菜最大的核心呢 在于泡沙时间的保护 才能保证它的口感 酸辣辣稍微爽口 第五碗 酸辣肉皮 用当地传统工艺 以粗砂加热发制肉皮 调水米浸泡12小时入锅 肉皮的酸辣甜配比去恰到好处 相信这段菜已经没有吃过 第六碗 红烧肉 选用上好五花肉 加入大料烧制 微火慢炖40分钟 肥药和腻三分煮口 第七碗 香菇汤 选用当地原生态的段木菇 清水煮汤 保留菌菇丰富的营养价值 与天然的味道 给你纯天然的味道 第八碗 橙干汤 选用纯净无杂质的橙干 加入高汤 搭配肉丝 金针菇 鲜笋等 现在我们松西的方言叫做 当官 地域步步高升 升官发财 相传八仙过海大仗勇往 久战不慎 劳累疲惫 循时路过松西 借菜八碗 后人呢 为讨吉利 改风桌为八仙桌 做八客 持八菜 并将八碗菜改为八大碗 成为松西招待宾客 和宴席的必备菜肴 想品尝传传统特色八大碗吗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 松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点赞 松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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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